第594集 吴丞相北海人孙少去世 当初吴国要设置丞相一职 大家手推张昭 吴王说 如今是多事之求 职位越高责任欲重 这一职务对张昭来说 并不是优待 孙少去世 文武官员再次推举张昭 吴王又说 姑怎么会不敬爱张子步呢 丞相负责的政务繁多 而张昭性情刚烈 我若不听从他呢 他就会不满 然后生出许多的怨愤 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六月 任命雇佣为丞相 凭尚书士 雇佣为人沉默寡言 举止稳妥 吴王曾经赞叹说 雇君不说话则已 说话就能抓住要害 每次涉言饮酒作乐 大臣们都恐怕酒后失态 被在场的雇佣看到 所以都不敢放开酒量 吴王也说 雇公在座 使人不乐 可见大臣和吴王 有多么忌惮 雇佣刚兼任上书令的时候 被封汴阳随乡侯 拜过爵位后回到官邸 家人仍不知道他已经被封喉 后来听说呀都很吃惊 极致受认为丞相 他选用文官武将 都个案才能加以任用 而不夹杂自己的 好物爱憎 非常的工程 他还常常私下到民间去 访查政治落实的情况 每当得到好的建议 都秘密上报 如果被采纳呢 将功劳归于主上 如果不被采纳 就始终不会把这些建议泄露出去 因此 吴王很看重他 然而他在朝廷发表意见的时候 言辞虽然和顺 却能将正确的意见 坚持到底 对于政治得失 若非亲眼所见 他绝不妄加评论 是啊 眼见为实嘛 何况有时候 眼见都不一定为实 为官呢 谨言慎行是对的 吴王有事情 常令中书郎到顾庸内里 去咨询访问 如果顾庸同意 觉得此事可以实行 便与中郎将反复讨论研究 并为他预备酒饭 如果不同意呢 顾庸的表情就会变得严肃起来 漠然无语 什么都不预备 中书郎回去将情况报告吴王 吴王说 顾庸高兴 说明此事应该办 他不发表意见 表明办法还不稳妥 估应当反复考虑 驻守长江岸边的将领 都想建功立业 报效国家 很多人上书 认为时机有力 应发兵袭击卫军 吴王为此事 寻访顾庸 顾庸说 我听说 兵家应该警惕那些 贪图小利的人 他们呈上来的这些条臣 都是要为自己邀取功名啊 而不是为国家着想 陛下应该加以制止 如果不能彰显我军的威武气势 不能重创敌人 那些条臣就不应听从 吴王采纳了雇佣的意见 历城郡士兵蔡芳等人造反 杀了太守徐志 推举同军人唐兹做首领 文帝命令屯齐校尉仁福 等讨平叛乱 唐兹从海陆逃到吴国 被吴国任命为将军 秋季七月 魏文帝立皇子曹建伟 东阳武王 蜀汉诸葛亮到达南中 争讨叛乱 所到之处必胜 诸葛亮从越进兵 斩杀雍科和高定 派祥都 一州人李辉 从一州进兵 门下都 巴西人马中 从进兵 击溃南中各县的叛军 再度和诸葛亮会合 孟渡收拾雍的残部 抗拒诸葛亮 孟霍深得当地汉人和遗族的信赖 诸葛亮要生擒孟霍 之后果然将孟霍俘获了 诸葛亮带着他参观了 蜀军的军营战争 问他 这样的军队如何呀 孟霍说 以前不知道你们的虚实 所以才会失败 如果承蒙您的允许 让我参观你们的军营战争 如果贵军只是这样的军队 我一定能轻易取胜 诸葛亮笑了想 将孟霍释放 要他再战 前前后后把孟霍放回 七次又生擒七次 最后 诸葛亮仍将孟霍释放 孟霍却不再走了 对诸葛亮说 您有天威 南方人不会再反叛了 于是 诸葛亮到达滇池 益州 永昌 柯 岳四郡 都被平定了 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 做四军的地方管理 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 诸葛亮说 如果留外地人为官 那么就要留住军队 留住军队 那么粮末供应就会变得困难 这是第一个难题 这些遗族刚受过战争之苦 父兄多有死伤 怨气未消 如果任用外地人 同时不留住军队 一定会埋下祸根 这是第二个难题 这些遗族叛乱分子 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 自知有罪 与我们隔阂很深 若留下外地人为官 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 这是第三个难题 我现在要是不留军队 不转运粮食 使法令政绩大体得以贯彻 让遗族和汉人安定下来 于是诸葛亮网罗 孟霍等当地的著名人物 任命为地方官吏 让他们贡献金银 丹七 耕牛 战马 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 从此以后 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 这一地区的遗族 再也没有反叛 魏文帝命令水军 从浇沿锅水进入淮河 尚书蒋纪上表说 水路很难通行 最好不要这么做 文帝非常的固执 物厅劝告 冬季十月 文帝前往广陵固城 在长江岸边检阅军队 魏军拥有将士十余万 惊奇飘扬 绵延数百里 仿佛又跨过长江的势头 吴布置军队 严阵以待 当时天气寒冷 江边结冰 战船无法入江 文帝眼望长江的 汹涌波涛 叹息着说 哎 这是上天注定啊 大江南北即将被分割呀 于是下令撤军 孙少派部将高寿等 率赶死队五百人 从小路夜袭文帝 文帝大吃一惊 高寿等人缴获了文帝的 副车与盖而回 当时 卫军战船数千艘 因阻塞不动 所以无法撤退 有人建议留下军队 就地屯田 蒋记认为 此地东进高游湖 北滨淮河 在水涨的时候 很容易被吴军超掠 所以千万不能在这里屯田 文帝采纳了蒋记的意见 车架和军队立即开拔 撤至京湖 水路几乎没有了 文帝将船只都留给了蒋记 战船前后相连数百里 蒋记令人挖开四五条水道 将船全部集中在一起 并提前堆好土坝 截断湖水 把后面的船都拖入 再掘开水坝 船只全部随水涌入淮河 这样 卫军的舰船才得以返回 十一月 东吴阳王曹剑去世 十二月 吴翻阳贼人彭启 攻陷郡县城池 有部中数万人 窦 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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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